中时传递价值 解读全球好书 你好 这里是喜马抢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 这本书的作者福岗申医 曾经在美国洛克菲勒大学和哈佛大学医学院做研究员 现在是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 在从事分子与细胞生物学研究之余 经常发表科普文章 这本《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出版之后 受到《朝日新闻》与《独卖新闻》等 日本主流媒体的一致称赞 并且得到了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 李远哲等著名学者的推荐 这本书的核心思想是一个非常深奥的问题 福岗说 当你在沙滩上散步时 会看到很多散落的石头和贝壳 哪一个是生物 哪一个又是非生物 想必你一眼就能够看出 不过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有什么本质区别呢 仅仅是会不会呼吸这么简单吗 这本书就是围绕生命的本质 展开叙述与讨论的 科学界曾对生命的本质 有过大量讨论 比如在17世纪 哲学家迪卡尔认为 生命就是一种机器 这个观点影响了好几代人 1953年 生物学家沃森和克里克提出 DNA双螺旋理论 此后大家又认为 生命就是一个自我复制体系 但是福岗对此都不认同 他认为 生物体其实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 为了让读者理解这个观点 福岗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 海边有一座沙子堆成的精致的城堡 每天都要面对海水的侵蚀 如果说无人修复 这沙堡很快就会被冲刷干净 消失的无影无踪 为了维持沙堡的形状 设想大海当中有无数不知疲倦的精灵 他们不断用新的杀力来修复破损的地方 而且这些精灵不只是被动的修复沙堡 还会主动推倒可能坍塌的部位 抢在海水冲刷之前进行修复 正是在这些肉眼不可见的精灵的努力下 沙堡能够在海滩上历经风吹浪打而屹立不倒 就算你长时间观察也不会看出任何细微的变化 但是沙堡本身甚至是每一颗沙粒 其实都已经被替换了一遍 沙堡表面处于平衡状态 本质上却是动态的 这就是浮岗要强调的动态平衡 动态平衡是区别生物与非生物的本质属性 所有生物都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动态平衡观点并非浮岗首创 第一个提出动态平衡观点的学者叫做舍恩海默 一位德国出生的生物化学家 他在1930年代设计了一系列精妙的实验 用同位素追踪技术 证明小白鼠吃下去的食物会被迅速分配到身体各处 组装成新的蛋白质和脂肪 同时把旧的成分分解排出 因此体重才能够保持相对恒定 小白鼠可以在三天之内替换身体当中一半的蛋白质 但是在整体上却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这就像刚才说的海滩上的沙堡那样 我们似乎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小白鼠 其实看到的只是流动的元素组成的河流 人类也是有着同样的现象的 我们的身体不过是一团密度较高的沉淀物 其中的内容在不断更迭 处于不同的流动之中 只要身体内的物质仍在更迭 或者说处于动态平衡状态 那就表明我们还活着 如果人体无法从外部摄入分子 只进不出就失去了动态平衡 人在减肥的时候摄入的新的分子减少 而流出的旧的分子增加 也等于失去了动态平衡 如果持续下去的话 就会出现生命危险 直至变成非生物 在这崭新的生命观中 自我复制并不构成生命的本质特征 动态平衡才是 那么在我们看到贝壳的时候 首先想到的不是自我复制 而是贝壳天然的秩序之美 它们不但结构精致 而且可以不断生长 那是永不停歇的原子运动造成的景观 是动态平衡的结果 大物理学家薛定谔 也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 生命的动态平衡理论 薛定谔在1944年 出版了一本小册子 名为《生命是什么》 他把伤增原理 引入到了生命系统当中去 伤增原理的意思是 孤立的系统的混乱程度 总是会不断增加 而且不会自动减少 比如房间总会越来越乱 薛定谔认为 伤增原理适用于一切物理现象 生命也不能够逃脱 伤增原理的束缚 基因和蛋白质 都会因为变化而失去功能 生物的应对之道是 提前将混乱的部分处理掉 并快速构建新的组分 替缓崩溃的部分 正是靠这种方法 生物才能够将 不断增加的伤排出体外 进而维持自身的秩序 薛定谔的这个观点 与动态平衡理论一致 他们都指向同一结论 生命体系就是一个动态平衡系统 在提出了动态平衡理论之后 福岗开始从三个层面加以论证 一是从蛋白质层面 二是从细胞膜层面 三是从基因层面 先谈谈第一个层面 蛋白质的动态平衡 蛋白质是生命活动的 主要承担者 人体内有18%的质量是蛋白质 它是怎么样完成 动态平衡的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福岗又打了个形象的比方 他把每个蛋白质 都比作一小块拼图 只不过这个拼图 不是平面的 而是立体的 蛋白质的全身 都挂满了卡口 每一面都可以 与其他蛋白质互补结合 互相结合的结果 就构成了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包括肌肉组织 专门制造蛋白质的分子机器 比如核糖体 胰岛素等等 有了拼图机制 你的身体就可以有序运作了 因为每时每刻都有蛋白质会报废 但源源不断的新的拼图 会立即补缺 以此确保拼图的完整性 这时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如果蛋白质之间的结合非常紧密 那么缺口部位就会难以补齐 因为外来拼图 很难挤进正确的位置 蛋白质拼图的玄妙之处在于 它们并不是刚性结构 彼此之间总是处于一种 若即若离的状态 可以迅速结合 又可以随之分离 每块拼图都处于运动状态 它们可以不断尝试所有缺口 并总能补上最正确的缺口 这种结合方式 保证了生命的柔软性与复杂性 而在宏观层面上却仍然能够保持完整的形象 生物体正是通过这种方法 不断淘汰变性的蛋白 及时更新正确的蛋白 一旦蛋白替换出现错误 无法及时更新 就容易出现各种毛病 比如阿尔兹海默症和风牛病 这两种病都是蛋白质出现的异常 但又没有被及时替换造成的 我们能够保持健康 是因为错误蛋白总是会被及时替换 只有错误积累超过某个值 机体失去了自我进化能力 疾病才不可避免 接下来的问题是 人体内的蛋白质共有两万多种 也就是有两万多块拼图 如此多的拼图 难免有拼错的时候 那么生物体如何避免此类错误发生呢 福岗并没有直接给出自己的答案 而是再次回顾了薛定谔著作中的解决方案 当时薛定谔在《生命是什么》一书当中 提出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那就是组成身体的原子为什么那么小 原子的尺寸太小了 一个细胞都可以容纳几十万个原子 而我们的身体又由无数个细胞构成 导致身体与原子之间的比例极大 其中存在怎样的道理呢 原子总是在做无规律的热运动 这种无规律的运动 怎么构建出高度有序的生物呢 薛定谔提出了一个错误的平方根法则 错误粒子的数量往往是粒子总数的平方根 比如100个原子可能会有10个原子出现错误运动 那么假如一个生物体的原子 有十分之一都在出错 那这个生物体就不可能出现高度有序的结构 最后只能崩溃 但是当生物体足够大时 比如有100万个原子组成的生物体 可能只有1000个原子出错 那这些错误的原子与100万相比 错误比例就下降到了千分之一 也就是说构成生物体的原子数量越多 错误原子所占的比例就越少 当生物体大到一定程度时 这些错误原子所占比例 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生物体才能够以稳定的形式存在 这就是原子很小 生物体很大的原因 只有这样才能够通过大量的数据 抵消某个原子的错误 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蛋白质 构成人体的蛋白质有2万多种 而且每种蛋白质的数量惊人 光是激动蛋白或胰岛素蛋白 就有数以亿计 那么身体内的蛋白质总量 就是个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开平方根以后 错误率就显得非常低了 就算某些蛋白出现在错误的位置 也会被迅速拆散 消失在流动的蛋白质河流当中 对生物体几乎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接下来我们再来谈一谈第二个层面 细胞膜的动态平衡 细胞膜是干嘛的呢 说白了就相当于是一道愿强 把细胞分为内外两部分 这样才能保证细胞内环境的稳定 有利于细胞活动的有序运行 所有细胞都有细胞膜 胰岛细胞当然也不例外 胰岛细胞会合成胰岛素 消化酶等蛋白质 合成之后的蛋白质要被运输出去 才能发挥作用 那么蛋白质是怎么翻墙出去的呢 细胞膜内壁上有一个内置网 上面会不断生出小的膜结构 你可以这么理解 细胞膜就像个气球 小的膜结构就是这些气球内壁上 生出来的小气球 蛋白质的翻墙工作就是小气球干的 小气球把合成好的胰岛素 裹在自己的肚子里 再贴到大气球上 大小气球的膜相互融合 接着小气球向外开口 胰岛素就这样给运输出去了 这些小气球在教科书上被称为膜炮 大量膜炮构成了细胞内的膜炮运输系统 你也许会觉得奇怪 这个运输系统为什么会这么费劲 细胞膜直接朝外边开个口子不就行了吗 嗯不行 直接开口细胞内部就不稳定了 随时可能会崩溃 膜炮运输系统不光从里往外运东西 也从外边往里边送东西 它们构成的通道川流不息 膜炮在细胞中进进出出 最终都会变成细胞膜的组成部分 也就是说细胞膜也是处于动态平衡之中 为了研究细胞膜的形成 福岗的研究团队分析了包裹消化酶的膜炮 发现其中都包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 他们给这种蛋白质起了一个普通的名字 叫做GPR 在研究GPR的基因序列的过程当中 福岗发现了支持动态平衡理论的新证据 那就是我们要谈的最后一个问题 基因层面的动态平衡 福岗团队想知道GPR具体有什么功能 他们不但分析了GPR的基因序列 而且决定把GPR的基因从细胞当中给删除掉 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想法 是因为科学家一度把生命当作机器 就像电视机背后的电路板 花花绿绿密密麻麻 如果说我们想确定哪个零件有什么作用 就把那个零件拆下来 看看电视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然后倒推这个零件的功能 假如拆下了一个零件 电视就没声音了 那这个零件就可能与声音有关 这是简单的逻辑思维方法 这种思维方式在研究细胞的时候 也同样适用 福岗认为 如果他们把GPR蛋白的基因从细胞当中删去 就不会产生GPR蛋白 然后看看生物体会发生什么 自然也可以倒推GPR的功能 经过一番艰难的探索 福岗的团队终于得到了一只这样的小白鼠 这个小白鼠体内的所有细胞当中 都不含有GPR基因 因此也不会产生GPR蛋白 然后他们就在等待这只小白鼠身上 会发生什么奇迹 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 这只小白鼠看起来简直再正常不过了 除了没有GPR基因 与其他小白鼠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生命特征也没有受到任何的影响 就好像基因删除这件事情 从来没有在他的身上发生过一样 这让福岗大吃一惊啊 这太不可思议了 就像是你刚刚从电视机上的电路板上 敲下来一个零件 电视机却是一切正常 他们首先怀疑是不是实验出了差错 于是急忙对小白鼠进行了全面分析 结果发现没有任何差错 基因确实被删除了 但是小白鼠也确实没毛病 无论是行为还是代谢 或者化学指标都没有任何问题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福岗经过苦思冥想终于恍然大悟 这个问题只有一种解释 GPR基因并不是不可缺少的基因 而是可以被其他基因进行功能替补的基因 当GPR基因被删除之后 其他基因立即顶替了上来 完成了本该由GPR基因完成的任务 这个呢就和足球场上的前锋负责进球 但是当前锋被罚下时 后卫也照样可以进球一样 这些线索汇集到一起时 福岗意识到生命不是机器 把生命比作电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基因删除和拆掉零件 也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我们的生命其实是一个单向进程 一切变化都严格按照时间轴进行 在生命当中的某个时间段 某个零部件就会发挥作用 如果被删除 动态平衡系统还可以再创造出一个替代的零部件 尽量弥补拼图缺失造成的影响 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转 这就是基因层面的动态平衡 基因不是一个死的序列 而是随时可以打开或者是关闭 甚至可以修正功能的信息载体 生命体系内存在大量可以移动的平衡点 如果机体缺少一种煤 看似失去了平衡 但动态平衡系统会立即启动 开辟另外一条反应路线 使系统重新归于平衡 所以生命系统当中 有很多重复与过剩现象 相似的基因有好几套 相似的反应路线也有好几条 为的就是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小白鼠明明被删除了关键基因 却仍然可以正常发育 因为那块拼图已经得到了及时弥补 如果这种缺失造成了严重的损伤 连动态平衡也无法挽救 就只能走向死亡 动态平衡系统只能朝着固定的方向不断前进 生命无法倒退 每个瞬间都不可逆 只要发生就无法改变 脸上的胡子长了出来 就无法再让它长回去 细胞死了就无法活过来 外部力量的胡乱介入 只会对动态平衡系统造成难以修复的损伤 如果说你打开鸡蛋壳 想看看里面发生了什么 那么里面的小鸡就永远也孵化不出来 即便有些情况看起来问题并不严重 也只是因为动态系统的灵活性弥补了损伤 生命与环境的相互作用 是只能折叠而不能拆开的折纸 当你折叠好一个复杂的纸飞机以后 就很难再把它恢复到原样重新折叠 所以福岗建议 如果下次再有人问你生命是什么 你不妨告诉他 生命是无法拆开的折纸 这就是贝壳与石子 也就是生物与非生物的本质区别 小石子不具备动态平衡特征 它只是简单的存在而已 而在贝壳背后则发生着 无数动态平衡的故事 它们的集体作用 共同支撑着生命的精美结构 是反复折纸的结果 并且可以通过基因表达的方式 一再重复这个复杂的过程 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不断折叠 介入只会将这个运动 引向计划之外的岔路 正如福岗所言 人类不可能像操纵机器一样 操纵生命 我们只能败倒在自然的洪流面前 忠实记录生命的方方面面 别无他法 好 生物与非生物之间就为您解读到这儿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